宜的强调,不通过代工造车的车和家,以去现方式拿下造车资质。 立班股份601777SH晚间公告,外降低经营风险,公司拟6.5亿元,将重庆立班汽车有限公司100%股权,转让给重庆新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。 重庆新发的实际控制方证是车和家,股东为北京车和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。 这也意味着,车和家通过去现方式,获得立班股份的生产资质。 据悉,这一用自投的生产资质可以生产,新能源轿车、SEOV、商用车等各类车型。 公告还称,立班股份与北京车和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,签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, 你发挥新兴互联网造车企业与传统造车企业各自优势,共同开展新能源产业方面合作。 早在今年8月,车和家就与立班汽车发生互动。 当时,苏州市环保局进行了一个项目公式, 重庆立班汽车将在长州分公司, 组建年产10万辆增程式纯电动SUV项目,且将租用车和家长州厂房进行改建。 上述消息引起外界甩策,车和家是否要找立班代工生产汽车。 从泡泡网到汽车之家,转战车和家的理想,一直否认车和家会通过代工生产汽车。 车和家成立于2015年,直到今年10月,才推出收款产品理想制造稳。 目前,车和家已经完成四轮融资,融资总额达超过55亿元。 不通过代工生产汽车,就需要汽车生产资质。 代发改为再发放15张新门月牌照号,已经暂停发放牌照, 要拿下汽车生产资质,只能通过趋线方式。 此前,威娜汽车就通过控股大连黄海汽车的去线方式, 获得了汽车生产资质。 车和家的量产疑问随之而来, 车和家的新车如何能保证在2019年四季度实现交付? 如今车和家给出方案,拿下立班汽车的资质, 再与立班汽车合作。 立班古贩从生产摩托车起家, 2010年成为国内首家登陆A股上市的明明城用车企。 2017年,立班古贩时库人, 79岁被以明上正式退位, 现任董事长职务。 以明上曾表示, 新闻源起不来,立班这个公司就起不来。 然而,直至以明上退位, 立班古贩的新闻源汽车并不太大起色。 转型中的立班汽车陷入困境。 2015年就入局新闻源汽车领域的立班汽车, 近年来表现平平, 销量惨大。 11月,立班古本传统乘用车销量, 仅为5174辆, 同比消滑52.98%。 前11个月, 立班汽车累计销量约8.84万辆, 同比消滑11.62。 尽管立班新闻源汽车销量呈现增长, 但总体规模不大。 11月立班汽车销售新车, 1364辆, 同比增长21.14%。 前11个月, 累计销售新车8472辆, 同比增长77.46%。 销量一般也使得立班汽车经历润下滑, 资金链一度十分紧张。 困境之中的立班汽车, 联合造车新势力, 看起来算是双赢局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 哎哟。